在香港和互聯網之間的音樂關係 其實最近 上年 一月七月 我在Facebook 經過一個連結 我就看到這對香港的獨立樂團 他們的一首歌曲 叫群歌 我就好奇心 隨時按給他們聽 我很欣賞他們的音樂 所以經過Facebook 邀請他們 其實李登浩從來沒有發表過任何唱片 亦都很少參與公眾的表演 說到在Facebook 都很巧合地遇到他們 相信都看到Facebook的功能 他說在九十年代以前 我仍是一個小朋友 其實找一個唱片 或者找一個資訊 在香港什麼群島 其實都是不在乎多幾個 像唱片譜 看看音樂雜誌 或者親身去看看Bang Show 那 走一下唱片譜 看看Bang Show 當然會認識到很多同志龍頭的朋友 大家經常加進去圈子 看看音樂雜誌是當時最主流的一個群島 但其實當年發誓 香港的經濟已飛 一個人是什麼成家的 一個人打幾份工 基本上實浪說真的 有Bang Show 或者有時間 都是睡覺 那就不會去逛 基本上很少一些公園時間 隨時上去活動 其實看文字 香港人的特性就是 因為我印象中看文字 他們多了一版 他們都不看 基本上可能他們的登場是死版 由九十年代尾開始 互聯網 Facebook、ICT開始掘起 香港人當然也不會落後 他們怎樣去找唱片 或者音樂資訊 可能會去訪問一些音樂的廠牌 或者是一些要看的資源分享網 就是YouTube 或者MySpace 甚至乎是經過Facebook 去找他們自己起網 再加上香港的唱片業 一直一直這樣 去枯毀人 所以其實都沒有什麼唱片店 就願意會開店 很多人都經過網上的 可能是Amazon.com 去買唱片 其實還有一件事 就是 因為香港人試金錢 就如他的生命 變成能夠在YouTube 分享得很免費 之餘 當然可以省錢 也要省時間 其實今晚我最主要想說 第三個破壞 就是 以一個獨立樂團 香港的獨立樂團 角度去看 互聯網 是上天賜給他們的禮物 因為他們能夠很輕易地 去分享自己的作品 但是 因為太輕易了 吉林輕易 拐上去 分享這個輕易 可能聆聽者 很容易培養出一種 叫做走馬看花舌的習慣 就是聽一聽這首歌 可能三分多鐘 可能聽三個鐘 就已經去下山了 大家可能會留意到 香港街上有很多 男女女 拿著電話一按一按 其實他們並不是炒股票的 最主要是按Facebook 他們按Facebook是什麼呢 最主要就是 Facebook有三大樣東西 當然第一個項目 就是Facebook的傳奇式版面 將自己的明星化 或者將自己傳奇化 分享給朋友 他的生活鎖水事 都會用Facebook去分享 第二個功能就是 交叉分享連結 這個真的很厲害 好像最近剛才發生一些政治的事情 大家都很快便 他已經在網上瘋狂狂出現 第三樣就是 亦都是屬於獨立樂隊的陰謀 甚至這些叫做群組 或者一些叫做專業的功能 可以將一些大家 相同的興趣 或者類似的興趣 聚集給大家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 相比面對面以前 90年代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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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覺得 在唱片店 看到一隻唱片 我說他突然會 抱一抱 因為以前 他已經住了板 我現在看到他 他再放 那種驚喜的心情很好 再加上 在酒吧跟朋友聊聊天 就是點唱 有什麼歌 就是有一種驚喜 但是 是不是社交網絡 或者互聯網 已經是 沒用了 不是 其實我個人認為 就是 他可以做到整個角色 就是 當你買唱片 或者買票 在他演唱之前 他做了一個評估關口的角色 我可以聽聽這隊樂隊 我可以聽聽這首歌 剛剛聽 對的我去光顧 我去買他的唱片 在他演唱片 對的 如果以創作者的角度 即是以剛才我所介紹 當作樂樂團 或是 Tipo Di Namo 的角度的話 其實他們絕對是 是 互聯網給他一個 很好的 空間 給他發揮 因為 其實 除了這隊樂隊之外 其實現在很多樂隊 他們會很悉心 去製造自己的MV 或者設計 一些他自己的 樂隊的標誌 Icon 平面設計 他們將自己 形象化 以品牌化 所以 可以說 希望能夠和主流 莫分成抗爲 我總結來說 我覺得 社交網絡是 零多於弊的 但其實 在 建基於這個 好處上 有什麼事情 要去 符合這個條件 才可以發揮到 這個 功用 極致 我覺得兩者之間 創創者 或是瀏覽者 都會 要負責任 去留意 因為其實 現在看到很多人 在香港 他們可能會 聽了一首歌 不適合 錯過不就 可以了 可能會用盡很多文字 去詆毀他們 甚至改圖 去嘲笑他們 我覺得這一種行為 是一種惡性的循環 因為 當一個創作者 他看到這樣的欺凌 可能會 收割而爛 甚至乎 會很隨便 再作一些波告出來 特別是 對於整個 獨立的一幕圈 那個法治 是一個 alpha 其實 說的 多難 而且 以下 來欣賞 首歌 有幾次 是 在 有幾次 有兩次 在